張超雅 搞不好 今天其實就是 我是崇尾 等一下我有個簡單自我介紹 今天這個主題 要不要來分享競賽 但競賽這個主題我覺得 台下有很多我應該在學生時代 都插過很多很厲害的競賽 所以我再來的時候其實我一直很惶恐 想說來分享這個小小的一個比賽的經驗 實在是有點微不足道 但是等一下呢 在過程中我會把它 因為今天要講的比賽 我參加比賽是廣播 我參加比賽是廣播 其實在台下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對廣播有興趣 或是真的有參與過廣播 那比賽的經驗不是重點 等一下是一些我對參加比賽的想法 以及我自己一些人生 小小的態度吧 那今天就叫做試比賽也是人生 好 那這是我 我本人 兩年前的樣子比較瘦 好不好 我知道現在有點走三 大家不要攻擊我提醒 好 我叫周崇偉 周公和周 崇高的崇偉大尾 那我現在的身份是 DV籃球部落 我們幾個年輕人自己創業 那他叫DV籃球部落這間公司 然後我們自己自己 弄了一個跟台灣籃球有相關的一間公司 一年前我還是好是聯播網DJ 不過那也是兼職啦 因為我們那個DV籃球部落已經創辦五年了 對 下次有機會我可以再講我們創辦的故事 那好是聯播網DJ就是我自己從大學的時候就開始玩廣播 在學校實習的電台也在做了三年 那之後也出來做了廣播 那今天要講的參與競賽的經驗就是這個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第七屆精神獎文教新聞類節目獎 那這個獎項是往年 大概前面七年每一屆得獎者幾乎都是世新的 因為世新非常非常強 世新廣變非常非常強 那這一屆第七屆它總共的獎項好像有七個還八個獎 那這七八個獎項裡面得獎者另外六個獎幾乎都是世新的 只有這個獎對我們彈江搶走他們人很不爽 因為他們每年都想搶這個獎 這獎最難搶 那我很幸運的跟到了一組很好的team 好 那再來我簡單介紹差不多就長這樣 大學的經驗就不多講 那下一張我自己按對不對 好 趕快去調電影對不對 大家有看到我在哪裡嗎 我在這裡 好嗎 我在這裡 那是我本人 好 我已經拍錄席 那這個就是提振一下大家精神 怕大家有沒有聽到這個很無聊 提振一下大家精神對我有點注意力這樣 好 跳過 好 那這邊呢就是我們的合作 我當初在參與的我的學弟妹 他們兩個是我學弟和學妹 我們電台大學的時候學弟和學妹 那因為我們都是電台的 然後我們想要在畢業之前 留下一點小小的作品和成績 所以去挑戰了一個很困難的比賽 因為那個精神獎呢 它其實在學生的廣播電台界裡面 它算是學生的金鐘獎 它算是學生的金鐘獎 所以它真的不好得 然後評審也都非常非常專業 那我們現在來花一點點時間 聽一下當初的片頭 幫我按那個喇叭 躲下去吧 那個小喇叭 這樣 按到它嗎 好 然後它會出現一個播放 按那個播放 然後聽廣播 不要專心看螢幕 做自己任何想做的事 這些也許從來都沒有被忽略了 台灣不用分我們是外局還是台灣 他們都用分啊 所以我講我們是外局的 所以不好 人家跟他一起 雙手雙腳都好了 不過這段時間 醫院他沒有好好的照顧 所以台灣的救 他雖然沒有耳朵 可是他眼睛很厲害 他只要用看 久了他就知道 他用感覺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人 付出了自己的心力 哪怕只是一點點也好 陽光下的笑容燦爛 但有些地方 總有著琐瑟的意義 那不如讓我們花下一根火柴 向它點亮 歡迎收聽看見的講述 好 沒錯 這就是我們的節目 那它其實 這個節目長達一個小時 那一個小時的專輯節目 我們在探討 我們這個節目叫看不見的角落 那這個節目 它其實本身在探討一些弱勢團體 像是你們剛剛聽到的外籍的新娘 他們來台灣的生活 那我們得獎這一集的主題 它是視障生 因為中間這個女生 她叫小妹 她們兩個都是淡江的學弟妹 那小妹她本身是視障生 她沒有全盲 但是就是她眼睛是看不清楚的 她眼睛是看不清楚的 所以我們在探討 台灣視障的一個出路 以及因為那時候剛好大法官 就是政府的規定了一個說明眼人也可以做按摩這件事情 通過這個法條 那我們在探究這中間說 到底這樣對視障這些朋友們 他們的衝擊是什麼 我們整個的內容是圍繞在視障的主題去切入 好那反正總之而言就是很幸運的就得了獎 那製作的過程當然很辛苦啦 因為其實廣播大家可能會覺得它是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但它其實某種層面上它是最難的東西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你只有一個武器叫做你的聲音 你只有一個武器叫你的聲音 尤其是新聞文教類的節目 因為其實你不能有太多的音效 你的背景配樂其實是秤底 你真正要展現的東西就是你的聲音 那他們兩位是企劃 我就是負責最後一個小小的出聲音而已 可是我們在出聲音的時候 我自己這一個多小時的節目 我大概花了一個禮拜去錄它 因為每一段每一段我可能都要錄十幾遍 然後再挑一遍自己最滿意的聲音出來聽 因為文教類的節目不能像我現在講到怎麼放鬆 他們可能都要自鎮腔圓音調要提高 大概是一個就是要這樣子去講 然後評審們才會欣賞你說 OK 你的播報是非常專業 然後你的聲音是非常好的 他們才會喜歡這樣的東西 那可是其實我個人很不喜歡 我個人很喜歡走這種比較平靜 比較穩定一點的路線 很討厭把聲音提很高 因為那樣講得很累 對 那他們兩位負責的就是負責去採訪 負責去 那那個過程中 他們也都跟我分享說 其實在你跟視障之間聊天過程中 有些時候很困難的是 很困難的是他們不一定願意打開他的心房跟你聊天 對 那這些過程零零種種 我覺得每一個競賽的團隊都會遇到他們自己的阻礙 都會遇到自己的挑戰 那這個就多跟大家說 那可是我覺得接下來我想講的 主要是兩件事啦 主要是兩件事 關於參與競賽 我覺得很重要的兩件事 第一個是巨大的熱情 剛剛有說到嗎 我是籃球 我們在做籃球 我自己本身非常非常喜歡籃球 我覺得你要參加一個比賽 你今天第一件事情是你要對這件事 不管它是哪一類型 哪一個領域的主題 你要有非常非常非常大的熱情 這個熱情才是能夠驅動你去做這個比賽 等一下後面下一個是講 下一個點叫做做自己的冠軍 因為我也覺得 參加比賽 你不是為了去得獎 其實很多時候你是為了證明自己有多喜歡這件事情 你是要去體驗自己在這個追逐你喜歡的這個領域中 你認識你自己 那我覺得這是參加比賽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巨大的熱情這件事情 其實我在非常多的方面有體現到這件事情 接下來就覺得有點講到像創業 因為我覺得其實參加比賽 它只是一個嘗試 它是一個嘗試圖讓你去認識自己 以後你面對到這種類似 因為人生其實一直都很像一個競賽 人生也都很像一個競賽 可是它這種 我覺得我今天參與金生獎這種競賽 它跟籃球比賽不太一樣 籃球比賽 它今天一定有輸有贏 有一個贏的人 就有另外一對輸 有一個人會輸 就另外一個會贏 對 那這是一個廢話 道中不知道為什麼要道中 讓大家專心 專心 對 可是像金生獎這種比賽 像金生獎這種比賽 它只會有一個人贏 可是它會有很多的輸家 它有很多的輸家 可是這些人真的輸了嗎 這些人真的是輸了嗎 我每次 我在參加這個比賽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很在意到底有誰參加 我那一次去參加這個比賽的時候 我根本不知道我的對手有誰 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以前得了多少獎 他是不是以前本來在廣播界 就已經是後勤之秀 或是非常厲害的人 但是我在做 投入在這個比賽的過程中的時候 我每一字每一句 我在唸的時候 我都在斟酌 這個角度 我切入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幫助到 我今天真的想要幫助到的人 我沒有對得起廣播這支麥克風 我昨天去參加廣播金鐘獎 我昨天去參加廣播金鐘獎 因為我爸爸也是廣播人 然後我本身非常非常 從小的有餘木染 所以我也很喜歡廣播 那有一個得獎者 他說了一段話 說他的啟蒙恩石 我不知道什麼名字 太大的前輩了 那他就說 今天當你坐在這支麥克風的前面 你要知道 你說出去的每一個字 每一句話 你都不知道你會影響到誰 所以當你說出去的每一個字 每一句話 你都要非常的小心 而且你要非常的誠懇 因為你今天 他可能在一千公里外 兩千公里外 一萬公里外 聽到你的聲音 因為你的一句話 去做了一個行動 而改變了他整個人生 所以我在做廣播的時候 我從大學開始做廣播 我每次在做廣播的時候 我都非常非常享受這個過程 我是一個很愛講話的人 我是一個非常愛講話的人 那廣播的好處就是 我說在裡面 我根本不用管你的反應是什麼 我根本不用管這句話 好不好笑 我根本不用管 你們要不要理我 我根本不用管現在你們睡著 我根本不用管任何事情 我就會對著麥克風一直講 一直講 我很享受這個獨立的空間 因為我就是自己操控我的電腦 自己拍麥 關麥放音樂 我覺得很開心 這是我非常非常喜歡廣播的原因 但我覺得廣播它同時 只有它另外一個使命 是我非常熱愛廣播的原因 就是它即使到了今天 這麼數位化 這麼多這麼多大眾媒體 它即使現在變成小眾了 它即使現在變成一個 比較視為的媒體 但它依然存在 它陪伴了我們人類非常長一段時間 截至目前為止 還沒有人可以取代它 截至目前為止 它還沒有要消失的意思 對 所以 我對廣播一直充滿了巨大的熱情 這是我為什麼去參與 比賽的一個很大的原因 好 那剛剛講到的下一點就是 做自己的冠軍 我剛剛有說 為什麼我要說做自己的冠軍 然後 喔 海賊王 也是我很愛的一部漫畫 那 做自己的冠軍 剛剛有提到 因為 冠軍這個東西 參加比賽 我剛剛有講 我在文宣上面有講 冠軍很像體驗 體驗人生 它比較像體驗人生 它反而不是一個競賽 那 我對做自己的冠軍這件事情 有很深的感觸是 我們現在自己在創業 我們自己在創業 很多人都在跟我們講 你什麼事情是做對了 你什麼事情是做不對的 你什麼事情應該做 你才會達到這個成績 你什麼事情不應該做 你才會 你就沒辦法達到這個成績 可是很多時候 人生有很多種各種方向 人生有各種走法 人生有各種各種不同的方向 去完成你的人生 我覺得即使我今天在做創業 其實我今天 我有一點點小小的浪漫性格 在我人生裡面 我覺得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其實是認識你自己 我們一輩子在做的任何事情 都在追尋自己 那你今天獲得了別人肯定 當然那很好 當然那很好 可是其實當你在做一個比賽的時候 當我在比這個賽的時候 其實我想認識的是我自己 我可以為了這件事情付出到哪裡 而且你在做這個 你在參加比賽的時候 其實我相信你心裡一定有一個想法 就是你腦袋中應該得冠軍的人 長什麼樣子 那你如果今天已經做到你腦袋中 想像的那個冠軍的樣子的時候 那我覺得你幹嘛要去在意別人怎麼評斷 別人為什麼要用不同的標準來去評斷 因為你心中的冠軍就是你做出來的樣子 當然因為我們做出來的時候 非常非常問心無愧 我們自己非常滿意這個作品 雖然也沒有來回聽了一百兩百遍 但也聽了四五六七八遍這樣 然後覺得非常非常喜歡 所以我自己覺得 做自己的冠軍是我對 巨大的熱情和做自己的冠軍 這兩件事情是我在那時候參加比賽 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覺得兩件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我剩下最後大概兩分鐘的時間 那我就兩句話 這兩句話是我爸爸昨天晚上講的 我爸 不是 我昨天就是參加完廣播金鐘獎之後 我覺得我太適合今天來分享了 對 因為我爸是一個 我爸他叫做 他藝名叫楚雲 我們這一輩大概都不會認識他 他是比較資深的廣播人 我爸他像詩人一樣 他講話他就 他講話每一句話都會詩一樣 我跟你講他在 在10年的時候廣播金鐘獎 他上面他領獎 他獲獎 然後他領獎 他講一段話 他說 有人說 這個時代是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 有人說 這是一個最不好的時代 可是這個時代 也是給一個機遇 他要讓我證明 如果喧囂是一種力量 那寧靜更是另外一種力量 如果憎恨是一種力量 那愛更是一種力量 我親愛的廣播人 讓我們一起用我們的聲音 為台灣的天空畫下一道晴朗 哇塞 你知道我聽完的時候 是不是都要轉身了 自己給大家都起來 所以今天最後總結的時候 讓我用我老爸的話 來做一下總結 也是父親的智慧 對不對 也是父親的智慧 好不好 我爸昨天晚上 因為我爸昨天他不是獲獎人 他昨天是頒獎人姿態 他昨天是頒獎人的身分區 所以他頒獎的時候他就說了 反應生命的高度 不在一次的輸贏 而是在回應的姿態 因為只會有一個人得獎 只會有一個人得獎 但他要告訴大家的是 你怎麼去回應你得獎 或沒有得獎這件事情 才反映了你這個人的價值和高度 那最後一句 我覺得任何比賽都一樣 我覺得任何比賽都一樣 但籃球比賽不是 籃球比賽絕對不是 籃球比賽就是擂台 好不好 運動類的都是擂台 可是我覺得在學生競賽 尤其是學生競賽 我覺得 這裡不該是擂台 這裡是一個舞台 我們是彼此欣賞 吸收彼此的好處 彼此的優點 彼此的優勢 然後我們要互相欣賞 不是來競爭的 好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 謝謝 沒想到我學長是一個這麼 看起來粗獷 但是內心好像帶點溫柔的男子 因為他講話感覺會讓人 如果他認真講一段故事 我覺得說不定大家 可能會被感動到哭的感覺 你不覺得他的聲音很有磁性嗎 很多帥子嘛 是有深夜間 很謝謝學長帶來的分享 他其實在